第1597集 乌改山见状冷笑道 嘿嘿嘿 太虚初期存在嘛 不过是蝼蚁罢了 小明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现在你决定好要不要嫁给我 若是你真的嫁给我 这些事我可以不计较 否则不管那人是谁 这玄岳宗还有这个叶晨 我是杀定了 而且我可以和你保证 就算你所说的那个人不在玄岳宗 也不是叶晨 我也总有一天会将其灭杀 引明文言 一时间竟是面线茫然之责 进退两难 此时的他眼中已经饮满了泪水 比起嫁给乌改山 他更愿意死 本来他已经做好了决定 若是吴改山父子 真的要强逼自己的话 他宁愿自杀 可现在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死 死确实很轻松 可他死了 吴改山一定会拿叶晨和玄岳宗泄愤吧 他能这么自私吗 而吴改山看到引明的神色 目光闪动 几乎可以肯定 引明的心上人就是这个叶晨了 他暗暗决定 不论引明怎么选择 这叶晨是一定要杀的 他说过 他这个人心眼很小 况且一只蝼蚁而已 既然碍眼灭之不是很正常吗 吴改山看着沉默的引明 知道他的内心已经动摇了 不由得语气一缓道 小明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既然你已经来到了神国 就忘了过去吧 实话告诉你 吴家家主已经将上神牌赏资给我了 过不了多久 我就要去参加选拔赛了 以我的资质 甚至连三等宗门都有可能加入 到时候 你的身份也会瞬间暴涨的 三等宗门弟子的女人 这神国之大 也没几个敢随意欺负你的 这些 那个叫什么叶晨的 能做到吗 此时的引明已经是气愤 绝望到浑身颤抖了 可他还能怎么做呢 就在引明美眸近乎暗淡 失去了全部光芒 嘴唇微动 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之前那名看门的童子 却是再次跑进来 恭敬地禀报道 郭老 有位叫做叶晨的公子来了 众人文言都是一愣 叶晨 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这也太巧了吧 接下来几人的神色便截然相反了 古老面色难看 引明则是极为惊恐 而吴波和吴改山满脸都是古怪残忍的笑意 看来是上天要这叶晨死啊 而刚刚来到芒山山庄的叶晨 在门口便隐约听到 有人在说什么上神牌 当即双目一亮 直接迈步走了进来 一进入客厅之中 叶晨却是微微一愣 因为他注意到 这客厅之中人还不少 他的毛子紧紧地盯着引明 过了不久 引明身上的气质越发动人 当即 他对引明一笑道 明儿 我来了 可出乎意料的是 引明却表现得非常冷淡 甚至对他含声道 你认错人了 叶晨微微皱眉 可是当他看到一旁的 吴改山的神色 以及引明微微颤抖的肩膀之时 心内便大概猜出是怎么回事了 一时间 看向吴改山的神色 也冰冷了下来 明儿 是不是有些狗 饶了你的清静 同一时刻 神国身处一个巨大祭坛 祭坛之中无尽魔器环绕 这里的魔器 远远超过了魔族 祭坛中央悬浮着一柄剑 这剑刻着古老的纹路 宛如一尊嗜血的魔 若是有上古之人出现在这里 必然会发现 这剑是那微震九天的魔地之剑 炼狱魔神剑 突然 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个霸觉天下的身影 来到了祭坛中央 五指握住炼狱魔神剑 朋友 好久不见 此刻山洞中的男人握住炼狱魔神剑 陷入了许久的沉思 上古时期 他便是魔族第一人 那最有资格撼动神国的存在 在灵五大陆的诸多强者 愿意成为神国的狗的时代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和神国对抗的 当年的魔地便是握住手中的炼狱魔神剑 一剑斩妖邪 一剑斩神国 甚至塑造了不败神话 当初若不是军魔臣背后出手 魔地又怎么可能陨落 甚至魔族能够和神国抗衡 那便是另外一个盛事了 魔地从回忆中苏醒 看着手中的剑 周身魔气释放 这一战 五欠了魔灵子太多 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活下来 当然 魔族一战 欠的最多的是夜沉 一路走来 若是没有夜沉 恐怕就没有今天的五 这份情一辈子无法偿还 罢了 五尽快恢复巅峰吧 魔灵子为了我 准备了传承之地 此地太适合我了 唯有在这里踏上巅峰 才有资格踏上神国 五若重回巅峰 赶展天道 下一秒 魔地盘腿在祭坛中央 无尽魔气吸入丹田 炼狱魔神剑也悬浮在魔地头顶 释放一道道上古魔神之力 魔地与天道宫的战役彻底打响 同一时刻 芒山山庄 气氛凝重到极致 五改山上下打亮了一番夜沉 突然间哈哈大笑起来 指着夜沉问道 你就是那个夜沉 能够越级而战的超级妖孽 太虚敬初期舞者也不是你的对手 好 好强 真的好强啊 强到震怂啊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恐怖的封门镜存在啊 吴波也满脸嘲讽之色的大笑道 哈哈哈哈 是啊 简直是颠覆了老朽的武道思维啊 这样恐怖的妖孽 即使是顶级宗门都会奉若至宝吧 哈哈哈哈 两人看到夜沉之后 明显认为那些传闻都是夸大其词了 一名封门存在 在他们眼中那简直是蝼蚁之中的蝼蚁啊 夜沉目光寒芒一闪 太虚六层天 若是之前他面对太虚六层天 恐怕还是有一丝乏力 但现在的他经历了魔族一战 又得到了紫宁的玄碑的一丝滋润 根基强大了数倍 实力也直接翻倍 固然没有拿下紫宁的那枚玄碑 但是紫宁的血脉极其特殊 即使在强者纵横 各种妖孽层出不穷的世界 也能够被称为宝体 自然拥有极其逆天的功效 再加上从小便和轮回悬碑一起成长 他对于夜沉的影响 虽然比不上炼化轮回悬碑 但也好处太多 现在的他 即使面对太虚六层天 也自信拥有一战之力 这时 古老猛的站起身来 走到夜沉的面前挡住了吴家二人 目光深沉的说道 两位 这位夜公子是我的客人 现在我们有点事要谈 我那弟子的事 我已经拒绝了 请你们回去吧 言下之意 显然是在维护夜沉 他从尹明和魔灵子口中 了解这小子的性格 太狂傲 面对二人的嘲讽 是绝不会默不作声的 吴波双眼一眯道 哦 古兄的意思 是要为了这个封门废物 和我们对上了 古老淡淡道 是 又如何 乌改善一舔嘴唇 老实说 他早就看着老东西不顺眼了 若不是这老东西 屡次三番的拒绝父亲的提亲 也许尹明早就到手了呢 于是他猙獰一笑道 哼 那就让我来领教领教 古老的武道 看看你这一把老骨头 是不是还有包庇他人的利己 说吧 吴改善猛的塔前一步 浑身凌厉狂拥 化作道道红光 透体而出 其战俘之上的虎形纹路 随之一下子活泛起来 沿着吴改善的身躯 不断游走 虚空之中 隐隐响起了阵阵胡笑 古老瞳孔一缩 有些惊讶地说道 黄骨之体 这黄骨之体 也是一种在战斗方面 颇为强大的体质 拥有此体质的舞者 其力量 体质宛若远古凶兽 黄虎一般 甚至能够超越本身的境界 古老不再犹豫 五指一动 指甲之上金芒流动 猛的一挥手 五道运意爆发 五道金色爪芒 斩入虚空 眨眼间 便出现在了吴改善的周身 竟是仿佛要直接 印入吴改善的体内 这黄虎之体 越战越强 对付这样的舞者 一定要站尽先机 而吴改善 哈哈大笑一声道 来得好 体内赤芒 勃然而出 将吴改善 整个人都淹没其中 而那诡异灵力的五道爪芒 一落入那红光之中 却仿佛泥牛入海一般 瞬间失去了踪影 而此时 吴改善已经到了古老的身前 大鹤一声道 现在改我了 胡笑声中 吴改善一把举起背后的那柄大幅 猛的朝着古老一盏而去 古老目光凝重 深吸一口气 手掌一动握住了一对短剑 灵力极限转动 猛的交叉双手 对着上方的大幅 绞杀而去 剑意纵横 本来面对这一幅 他最好的应对之法是闪避 可他却不能闪 因为闪了 在他身后的夜尘 便直接暴露在了大幅之下 下一刻 轰隆一声巨响 光芒爆发 引明此时早已经远远的躲开了 这个层次的战斗 仅仅是一丝余波 对他而言也是致命的 古老接下这一俯后 竟是猛的连退了三步 将客厅地面都踩碎了 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他凝视着吴改善 倒背双手 站在古老身后的夜尘 清晰地看到古老的两只手臂 在微微颤抖 这一击的交锋 古老竟然是输了半仇